你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DIY除湿器的测试结果 我买了一个现成的 DIY拼装了三个 进行了前后三个月的测试 除湿量最大增加60倍 首先介绍四个除湿器和四组测试 这是买来的除湿器Deprate 里面装了300克无水氯化盖 放在储柜或者衣柜的角落就可以了 那么平均一天能除去多少的水分呢 这正是测试要找的答案 第二个除湿器实际上就是在Deprate上加个小的风扇 我用的是这个USB风扇 大概3-4瓦左右 开启风扇 通过空气的流动 增加空气与氯化盖接触量 可以多除湿 想知道增加多少的除湿量 所以要测试 第三个除湿器 是我DIY的 这样一个长方形开口的铝波盒子 里面也放了300克的氯化盖 长方形表面积 是Deprate顶年面积的2.4倍 第四个除湿器 就是在第三个除湿器的旁边 放一个风扇 利用空气的流动 增强除湿 以上四个除湿器 也就是我进行四组测试使用的四个除湿器 供大家参考 下面介绍测试的过程和测试的结果 这四组测试都放在这个 厨房水槽下面的 储存柜左边 每隔一定的时间 取出来 乘一次重量 重量的增加 意味着浴化盖除湿量的增加 第1组和第3组 每隔一天 也就是24小时 乘一次 第2组和第4组 有风扇 除湿块 每小时乘一次 这是第1组的测试结果 左右两张图分别是原始重量增加 和水分净增加 随时间天速的变化 呈现了非常明显的线性关系 这里显示平均除湿 每天2.6克 这是第2组的测试结果 也是线性关系 注意这里时间 以小时做单位 测试的时候 在晚上 就停掉风机 这样第2组 就转换为第1组的测试 所以实际上 这是第1组 和第2组 交替测试的结果 图上显示 每小时 除湿量是3.33 和1.56克 换算成一天24小时 分别就是 每天除湿80克 和37.5克 第3组的测试结果 也是线性关系 平均每天除湿量 8.97克 把第3组 和第1组的 结果数据放在一起 可以看出 第3组 这个DIY的 除湿器的除湿量 大多了 一个是8.969克 另一个是 2.61克 第4组的测试结果 告诉我们 平均每小时 除湿量是4.02 或6.25克 换算成 每天 24小时 就是 每天除湿 97克 和150克 同样 第4组 关掉风机以后 就变成 第3组的测试 所以第3 第4组的测试 也是交替进行的 现在把几次 测试结果 总结在这两个表上 对比 测试阻一 和测试阻二 也就是 增加一个小的风扇 除湿量 增加到原来的 15 到30倍 对比右边这个表上的 第3第4组 的测试结果 增加一个小风扇 除湿量 增加10到15倍 所以使用风扇 对增加除湿量 帮助非常大 现在把表一 表二的 四组测试结果 放在一个表上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 相互的 比例关系 第2组 测试除湿量 提高到 35 到80克 每天 是Depred的 15 到30倍 第4组 测试除湿量 提高到 95 到150克 每天 是Depred的 30 到60倍 现在我们来看 如何应用 这些测试结果 首先 Depred的除湿量 2.5 到3.5克 每天 看似太小 没什么用 对吧 在一个 一方米的 封闭空间以内 25度 空气相对湿度 80% 很潮 降低到 60% 很正常 需要从空气当中 除掉多少水分 根据 试空气学的计算结果 要除湿 4.6克 每米方米 现在我这个做测试的 储柜的 分隔间 体积大概是 0.4 每方米 所以除湿量 4.6 乘0.4 等于1.84克 小于两颗水分 这样看 一个Depred 一天就可以 是储规律空气 从80% 降低到60% 所以Depred有用 非常的有用 对吧 再看 这样一个餐盘 如果一个小朋友 洗完 不擦干 直接放到 碗柜里面去 那么 会带入多少水分呢 我还真撑了一下 大约 2到3克 在梅雨的季节 空气很潮湿 常常会达到 80% 到85%以上的相对湿度 要是我们的储柜 衣柜 不受潮 我们可以用除湿器 我们衣柜 大概是三立方米左右 从80% 降到60% 除湿量 3乘4.6 等于13.8 大约14克 对应上面这个表 DIY除湿器 第3组 或者第2组 一个就行了 如果你喜欢用dampary 再需要4克 也不多 对吧 也许你的衣柱 是走路式的大肩 体积更大 那也没什么关系 可以用一个DIY的第4组 出湿器 95除 4.6 等于 20.6 150除 4.6 等于 32.6 也就是 满足 20到 32 一方米 按层高 3米 计算 一个 第4组的 除湿器 可以解决 7到10平方米 那么 用两个 就能满足 15到20平方米 所以 可以根据 空间大小 选择 除湿器的总类 或者 数量 一个朋友 上昌室 蛮海鲜 不小心 把水 漏到汽车里了 这样 腥味 非常的重 最后用 无水的绿化盖 加风扇 在汽车里吹了一天 再更换掉 空调过滤器 就解决了 所以除湿 同时还可以除臭 有个小风扇 会非常有用 对吧 如果有什么疑问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朋友们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